这次美国大选跟以往很不一样 首先是两个老头 而且是上次已经变过了 再一个呢 川普是一个已经是一个被判定有罪的人了 这个川普也是个非常疯狂的政客 那么他这个也是被国会两次弹劾 但是没有成功 所以这么一个政客呢又卷土重来 所以呢有很多出乎意料的地方 那么为什么就上那是上周三吧 这个周三晚上的这个辩论会 辩论的时候呢 我看了哎呀简直是太无聊了 因为一方面呢 拜登的表现呢就是非常老年痴呆 他非常迟钝回答问题 回答不到根本上 然后呢反驳呢非常无力 那个拜川普呢就是一个 我形容他就像一个泼妇骂街 不愿意说泼妇 想不到一个什么别的骂街 反正是就是骂街那种 就看谁这个声音大 看谁这个嗓门高 然后川普呢就是胡搅蛮缠啊 根本不讲道理啊 所以这种表现呢就可以看出来啊 拜登根本在辩论上不是这个川普的对手啊 那么这样会导致这个民主党非常紧张 因为按照这种辩论方法 那些中间派的就是对共和党民主党就是观看的人啊 那种还无党派人士呢 很难决定会投拜登的票 这是一方面 再一方面本来拜登的这个支持率就已经非常低了 很怕历史上最低的 再加上他呢 在以色列这种种族灭绝的这种罪行面前呢 他基本上纵容啊 也使得很多美国的这个青年人 尤其是青年人啊 就觉得再也不能支持这么一个人啊 就是你想想 你说这个川普多么凶恶 但是他们看到的是拜登啊 就活生生的啊 让这个以色列啊 进行这种种族灭绝的大屠杀 所以呢 拜登在所谓左倾的 就是在呃 比较有左派倾向的人士里边呢 根本就没有呃 没有能力了啊 没有影响力了啊 那么为什么一个辩论会影响这么大的这个 劳北星的选票呢 这里边其实呢 也跟西方民族政治的一个本质有关系 就是老百姓啊 绝大多数 其实对候选人的了解呢 不是那么深刻的 好多人呢 呃就选择长相 长相好不好 啊 川普呢 特别在意他的长相 他当总统的时候 有一次去这个 呃 法国当时让他去参加一个 Normand登陆的时候 好像是Normand登陆的时候 那个烈士陵园啊 但是下雨啊 他不愿意去 为什么他怕这个下雨把头发弄坏了啊 然后他也说了这些人都是一些loser 都是些失败者 就是 呃就说呃 你要真正有出血 你不会参战 你你你坐等过去 对吧 他是那种呃说话 所以对对好多美国的军人来讲 川普呢是非常呃 对那个军人的污蔑是太不可忍受的啊 呃 当然川普他后来不承认 对吧 不承认 所以人看长相啊 也看这个人的精神状态怎么样啊 这个精神状态精神饱满 还是一个这个懒洋洋的或者是一种呃疲倦的样子啊 你想你要选择哪个作为你这个国家的领带头人啊 当然你会呃选择一个非常精神饱满的给给你带来希望的啊 这么一个人啊 而且呢这些老百姓看的就是他们双方的一些口号 那口号呢 他呃其实跟实际内容呢相差还是很大的啊 所以看口号呢就是呃看一些表面现象嘛啊 呃也看这个人的情感 你看有些是不是亲民对吧 所以呢这些呃呃政客呢呃老百姓在公园里边呢 他到公园里边呢呃抱抱孩子呀亲亲小孩啊 对对老百姓亲民啊你像呃川普呢也吃这个麦当劳 他吃hamburger不见得麦当劳反正他吃那个汉堡哎老百姓觉得呀 他也吃汉堡我也吃汉堡哎我们这这个感情就拉近了啊 所以呢我自己就在美国三十多年呢 他一开始呢参加过好多次的总统呃选举投票啊 我投票我记得最早可能还是呀七想想啊那就是卡特第一第一任的时候 我现在不记得第一任给他投票没投票但是他第二任的时候选第二选的时候我记得给他投票但是他没有成功 而且当时每一次这个总统大选他每四年大选每两年呃中选那么呃呃在费城呢他是中市长是中选啊大选的时候呃基本上市里边的中药人员不参加呃市长是也是每四年但跟大选错开来啊不是同时啊 还有好多费城的好多这些啊法官啊不光是费城他是宾州的法官啊所以宾州有州长有州议员啊然后呢你想想呃每一个州呃有两个呃这个参议员 然后根据人口你所居住的地方有一个众议员啊名额那么有好几个呃竞选的所以那个参议员你会参加全州的呃各共和党的也好 民主党的这个参议员的名选人单你选一个啊那么这个众议员里边你们地区的地方选谁你会选一个啊然后一大批这个呃法官啦呃什么市议会的呀所以你参加进你去投票的时候啊投票那个哎呦那里边人民特别多哎呀那特别乱我记得我去那个呃投票那个小亭子吧到里边去哎呀你演话了乱的真不知道 所以他们有一个就是说你要么呢呃单个选哪个人你要么你就按一个大半就是民主党的啊他推荐的啊他推荐的共和党的啊你你选一个党的你就是那个那个党呃他支持谁你就去按照他走啊这很方便呃单个的话你可以说好我在这个呃在州议员里边呢我选共和党的呃 这个市里边我选民主党的你可以把它分开等等哎呀里边你要真正想花时间懂的每一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那一般老百姓没那经历啊所以他基本上呢人们到那投票的时候呢就是我看中了啊我就要选谁谁不管是呃总统一级的还是州一级的还是市一级的啊 啊我就选了就关于谁其他的我就不投票啊就弃权了啊是这样的参与投票的和真正计票的数往往差相差还是很大的啊大多数人我不敢说大多数好多人都是呃呃弃权 所以这里边呢就是猫腻事特别多啊那么我那个呃呃这次回去呢呃呃我那个邻居我一个邻居呢他是巴拉马人啊他到美国学法律然后呢他就竞选呃宾州的这个呃法官啊他竞选他第一次根本没选上因为他那时候不懂这里边的呃事情所以呢就说你你要想竞选当地的这个法官 你必须懂得啊每一个街区啊民主党啊他的街区委员会里边啊啊你得呃说通谁啊基本上每一个呃呃选民区啊最主要的是那些当地的工作人员啊因为在费城基本上是民主党呃呃占领的很少有什么多少共和党的所以你要想在费城当选法官 你必须跟这些呃各个地区的呃选民区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些呃老板跟他搞好关系啊你比如他们要办理一个呃这个什么呃集会啊你去参加你你你做你的竞选演说之类的啊呃所以第二次他做呢他成功了呃成功了一选就十年呃然后十年以后呢他基本上就说呃人们基本上就呃不再呃动了 啊基本上呃除非有大的问题人家不会挑战你这个法官地位的啊所以呃你可以看出来的竞选本身呢呃真正老百姓对候选人有了解那是几乎不可能的所以这里是就西方呃民主政治一个特征就是呃选的是呃看长相呃看你的状态呃看你的口号怎么样呃 看你的情感是不是能拉到一起是这样子然后因为社会上各种阶级人都有呃有些人呢就能同情呃民主党的这个口号呃有些人就能同情呃共和党的口号呃共和党的口号呢基本上就是说呃你要想要工作你必须让老板有有立可赚啊你你你你搞那些福利了到处负担太重了老板呃就离开你们州啊离开你们国家了那你就失业了啊所以呢 呃呃很多这些呃呃哪怕是工人里边支持共和党的他都相信这种叫 trickle down economics就是里根所宣传那种就是呃呃富人有钱了穷人才有活路啊富人赚不到钱的穷人也就没有工作了啊他会相信这种的啊所以呢为什么这次呃辩论呢让呃拜登就呃呃拜诉呢因为他这种辩论 他不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其实这种辩论呢就相当于呃叫选秀对吧咱们也看在文文艺界里边啊那些呃有些人呢特别在乎就是呃谁能说会道啊谁呢能能这个反应快反应灵敏啊因为这里边呢最根本呢就像吵架这个资产阶级内部他在乎的是个人的利益他其实不在乎什么是呃 正确的什么是真理不在乎只要能符合我的利益就呃都都行一个最呃明显的例子就在那个拜登和川普辩论的时候就说谁要对通货膨胀负责任其实这个话挺挺荒谬的那通货膨胀是怎么导致的呀他们不可能通过呃摆事实讲道理把这东西说清楚的因为你想想当时呃呃 19年的秋天啊美联储已经开始降息了看到经济开始下滑了然后呢呃20年春啊新冠爆发啊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救世救世呢就是靠洪水般的灌水啊把那些僵尸企业扶持着甚至给老百姓发钱啊所以那么多呃货币投入到市场上不导致通货膨胀 才怪呢所以你想想又要救世又呃让不要有通货膨胀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你想想川普指责拜登通货膨胀那么高这个跟真是说起来都是很冤枉啊不管是拜登也好川普也好通货膨胀呃都不是他们自己的责任说起来都是要要救世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而且美国呢他完全可以通过呃呃转嫁这个通货膨胀呃靠全球的这个呃通货膨胀呃来缓解自己通货膨胀啊所以你说呃这个责怪哪个总统呃都是挺荒谬的啊实际上呢呃真正啊这个要呃追责的呃是川普当总统期间啊 新冠来了啊新冠来了他真是胡作非为啊他那种逻辑啊你看呃呃川普的逻辑呢就是说呃成绩全是他的呃呃代价全是别人搞的呃呃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 但是呢在新冠来的时候他他他他的做法太荒谬了多少人的生命就是因为他这种胡作非呃呃呃呃上升的呃呃但是他呢呃呃对这事呃呃呃只字不提啊啊呃他闻过是非啊呃真的是耍流氓的态度啊 这就是一种呃呃辩论的技巧你可以看出来咱们在这个呃呃自媒体上很多人辩论就是这样对吧从来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呢对别人的东西呢就是抓辫子扣帽子无限上纲文字欲 这是特别呃呃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资产级政客他们辩论的这个实质他不是真正呃呃呃去摆事实讲道理的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西方呃呃资产级这种民主选举啊对老百姓来说就是怎么去忽悠啊就看谁能把老百姓忽悠的呃厉害啊但是呢 竞选需要花钱啊所以依靠金主所以呢对金主来讲那就看呃谁执政对自己有利他在乎的不是你的口号在乎的不是你的竞选大纲他在乎的是你执政以后要采取的措施哎呦这方面就特别他们特别在乎啊啊有的时候这些金主呢两边都呃打住啊这个共和党 支持给一部分钱民主党给一部分钱啊总统选举给议员选举给地方也尤其是金融大资本他在乎的是呃国家层面就是联邦一级的地方的他是不怎么不怎么参与的呃所以这里边呢要要懂得呃西方选举的实质呢就要懂得呃政客选举必须要花大量的钱而且每次选举花的钱呃 啊都比以往大幅度增加这个新代选举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呃有些人呢就拿这个大多数老百姓啊就是捐款给政客捐款的比如说给欧巴马捐款的呃给拜登捐款的啊历史上给民主党捐款的大多数都是老百姓啊给共和党捐款的也有好大都是老百姓啊但是呢呃 捐款捐款的呃这个大头是来自于金主啊所以老百姓捐款呢还不及这个金主的零头啊呃这个是往往人们就把它看不清楚啊给你举个例子你可怕就能懂了你比如说啊呃你和我咱们一人捐一百啊不管是给谁吧加上马云啊呃捐的款咱们仨和他一起呢 啊平均一个人捐了一百万你猜猜猜马云捐了多少咱们俩的这个一人一百连零头都不算啊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啊老百姓捐款加起来也只不过是金主捐款的零头这个零头看几个零以后的了啊所以呢呃政客呃需要说服的是金主为他捐款但是呢需要忽悠的是 老百姓因为最后投票还是老百姓投票啊那么投老百姓投票呢呃就像刚才说的啊看你的长相看你的这个形象看你的这个是不是能说会到啊看你是能不能跟这个选民拉近拉近关系等等这些就是靠铺天盖地的广告啊啊靠自媒体啊现在有自媒体了对吧 自媒体啊然后这些呃掌握舆论工具的啊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啊从大的没这个平台到小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呃因为这个呃竞选里边呢大家互相对污蔑啊互相造谣啊然后到底什么属于造谣什么属于真实情况那么平台呢就选择啊这个不同平台有不同的选择标准 啊当时这个马斯克就把那个呃推特给买下来因为他觉得这个平台呃对这个共和党不利所以他呢就要要言论自由也就是说呃支持共和党的人的言论呃呃不够自由啊哎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呃要搞竞选必须获得呃这个金主的支持呃另一方面呢大家也知道呃就是说呃 最近法国大选那么右翼呢呃大胜啊呃不是绝对胜但是也是呃显著的大幅度提高了自己在这个选票里的这个席位啊英国大选呢呃正好相反呃呃工党大胜啊 你说这说明了什么呢啊啊所以这里边呢其实就说明了呃呃资产阶呃呃对内一会儿呢是唱白脸的呃呃说了算呃呃所以唱红脸的唱白脸的呃呃交替着呃呃去忽悠老百姓呃但是这些你看不管是法国的还是呃英国的 不管他是右翼的还是公党他们的帝国主义本性呃呃一点没变啊这也在美国的呃呃政治里边也是非常明显的啊就是说两党争的基本上不争外交争的是国内的政策啊国内政策里边呢跟他们利益集团的呃呃有关系啊所以你看现在呢美国的政治啊 呃他是呃极端化两极风化非常严重啊基本上共和党和民主党就没法一块说话然后呢呃呃你想想把这个总统呃放在这个被告台上要要定罪啊呃呃然后呢最高法院呢呃呃又又说这个呃川普作为一个总统在总统这个职责范围内他是有豁免权的啊但是你想想1月6号那种呃 呃冲击国会呃国会山这个不属于总统呃呃职权内的东西啊所以就说这里边呢就是两党的政治啊真是越来越敌视啊越来越尖锐啊反映了什么呢就反映了美帝国主义走向没落的这个现实啊因为美国他的最强盛的还是在二战结束以后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重战以后呢就一直走向 走向坡路啊走向坡路呢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啊就是啊美国现在面对着啊全球化受到了来自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挑战这里边呢呃一方面就是老的挑战比如说欧盟比如说日本最近这个例子呢就是欧盟希望在能源多元化摆脱美国对他的控制啊你看德国呃长期跟俄罗斯合作建造了 北西一号北西二号啊那美国就把他炸了对吧啊俄乌战争呢呃也跟这个控制呃欧洲的能源结构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么日本呢也老想争取他的国家的正常化啊正常化什么就是说军事上呃有更多的主权啊那美国也不干的啊所以呃其他的这些发达的工业国啊他们也是在不断的呃 嗯一步一步的蚕食着美国的这个呃霸权地位美国过去呃波音统战全球啊啊现在呃空客开始跟美国的波音呃呃作斗啊那么这里边呢不光是一个民用的这也和军用的飞机有关系那么欧洲的军工发展起来呢也会挑战美国的军工所以这都是美国需要担心的 但是最大的问题呢还是呃美国发现在近呃几十年啊十几年啊这个崛起国的呃在政治和经济上啊主要是经济上甚至军事科学上啊挑战着美国的霸权啊那么这个这个呢就对美国的震惊还是非常严重的从啊川普那时候呃直接制裁啊打贸易战啊 啊就开始就看出来他们统治阶级确实着急了啊着急了因为你如果不能在科技上遥遥领先那么你很容易在经济上啊甚至政治上啊受控于被别的国家所以就丧失美国那种霸主地位啊所以呢统治阶级呢呃内部呢就是怎么去对待这个威胁啊不光是欧盟的日本的尤其是这个崛起国对他的威胁啊产生了 激烈的争论这里边呢呃如何对待啊呃是完全脱钩呢还是部分脱钩啊要脱钩怎么个脱钩法啊那么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有着完全不同的诉求他们里边争的就非常厉害呃川普呢鼓吹的是一种完全脱钩他要呃要给中国呃要上 100%到200%的关税啊那么对其他的盟友也要大幅度的呃搞关税这个呢就是符合的中小资产阶级中小资本家啊小资产阶级可怕算不上中小资本家就是那些本土的呃资产阶级啊因为呃在美国一直存在着这些呃经营范围基本上在国内市场资源基本上都在国内啊 啊这种资本家啊不管是房地产也好旅游也好啊呃或者是呃房地产可能最主要的吧他们在这个全球化过程中没有直接的得力啊所以呢他们更主张呃这种完全脱钩啊他特别害怕来自于呃呃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产品呃廉价呃打击他的产业啊那么呃呃 这是一类啊另一类呢就是全球化的呃工业资本的好全球尤其是全球化的金融资本对对这个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他们主张是部分脱钩啊部分脱钩呢就是在高科技上脱钩但是在廉价产品上呃不脱钩呃劳动密集型的地方不脱钩但是呢往往这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又打击了美国本土的产业那所以这里边呢就有利益的呃 呃区别所以呢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他们希望是部分脱钩是有序的脱钩才符合这些跨国公司利益所以你可以看出来统治阶级内部啊资产级内部啊大垄断资本是主张呃部分脱钩有序的脱钩那么呃中小资产基金呢他呢就希望呃完全脱钩啊越越彻底越好啊所以呢川普呢就适应这些人的 要求啊那么为了呃忽悠老百姓啊政客们他们往往是啊打左灯万右拐啊这个里边呢他们的竞选纲领和他们的呃这个施政的这个呃措施是两码事这个我经历过在八十年代你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那时候里根呢呃竞选他竞选纲领也是把矛头 指向呃拿政府救济的人反正找各种借口啊但是呢呃他执政以后的措施和他的竞选纲领基本上没什么关系啊当时呢呃美国资产阶级内部的争论争论呢就是呃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争论啊到底是呃这个联邦的这个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到底是呃符合呃 金融资本的利益呢还是符合这个呃工业资本的利益啊那么如果老百姓当时知道啊就是里根上台以后他所推行的那一套符合金融资本利益的那些措施会必然导致大量的工厂关闭大规模的工人失业啊造就美国中部一片的锈带啊 钢铁厂啊钢铁厂就荒废了啊钢铁厂各种制造业一大片在呃欧海奥在这个呃亚诺啊中部一大片啊他们根本不会选呃里根上台的啊所以竞选纲领和执政的呃措施是两码事啊那么同样的啊川普上台大刀阔斧的制裁 呃对统治阶级来想啊是呃好处什么呀启动了这个脱钩的这个呃这个步伐啊啊但是呢呃川普呢又呃连这个盟友一起都制裁啊制裁盟友符合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不符合美国全球化垄断资本的利益啊伤害了美国全球的资本利益啊 啊但是呢为了转移矛盾呢啊川普呢一再的啊把矛盾啊把问题呃归结于移民啊移民造成的问题啊是穆斯林造成的问题啊煽动种族歧视等等情绪啊所以这个啊最近这一年多哎呀关于美国南部这个边境上移民问题啊还有就是非法移民闹得很厉害啊这全是 呃转移视线的东西啊而且你看国会本来要通过一个非常严厉的管控呃边界移民的条款川普呢就鼓动呃共和党不要通过这个他就要制造这种危机啊他不要解决问题他要制造危机然后呃指责这个呃拜登啊所以全是玩政治的资产阶级政客从来不是师求士啊不是百师讲道 道理的啊而且啊经济危机一来呢呃呃肯定会导致这个犯罪率呃上升所以他为什么要把矛头对准这个移民呢就认为啊美国的犯罪率是因为这些移民啊这些呃呃强奸犯了杀人犯了都跑到呃美国来了导致美国的治安啊那么坏啊这个大家也可以理解 我教计量课嘛计量课嘛计量课有个具体的例子啊就是呃在美国失业率和犯罪率的关系啊那么呃很明显的呃失业率越高犯罪率越高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关系啊这都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所以他把这个呃把矛头指向指向这个移民指向这非法移民等等呃就是要转移矛盾的啊 我也看到了在国内呃呃反正北京老百姓里边呃呃那还是十多年前了吧啊把北京的治安也归结于外来人口啊所以外来人口呃都是破坏北京治安的这个替罪羊啊所以呃往往他就是你看本地人口也好外来人口好人坏人都有啊但是人们呢就选呃看到了一个是这个外来人口造成的 哎呃就大次宣传本地人口呢他就不说话了美国一样你看这个川普啊他在总统期间有一个大规模呃有一个大机会然后上百个人被那个机关枪扫射打死了啊这个人是白人川普呢就没有说你看呃这个对对我们的威胁最大的是白人种族主义他不说他还仍然坚持是穆斯林啊是这个呃移民啊 所以这些人呢他就是要煽动老百姓里边那种呃种族主义的情绪为自己当选呃这个铺路好吧回到这个这一次呃拜登和川普的大辩论啊那么亲拜登的主流媒体我记得在呃大辩论以前他们认为拜登会呃胜出的啊他们就开始呃做舆论了这个大辩论以后呢 呃川普呢呃川普呢输了但是呢他会找借口说呃为什么输呢是因为提问题的人呢提的问题是有偏见啊但是呢结果拜登呢这次呃表现的非常迟钝他对呃呃川普的指责反驳是好一点无力啊让他们大吃一惊啊所以呢大家都劝啊或者直接说拜登应该退 退出竞选啊让其他人代替啊还来得及啊但是呢拜登呢还是比较顽强要坚持下去啊所以我当时一看我说啊不在乎你坚持不坚持最主要的是看他的后台他的金主啊你坚持下去金主呢认为你没戏不给你呃捐款了那你就只好退出去没别的办法啊 啊这两天好像就这么一回事这一周很多金主打电话联系劝拜登退出去啊所以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拜登是怎么体面的退出去啊他要是不体面的退出去那民主党就更倒霉了啊那分裂的更厉害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出来资产阶级政客啊啊他在乎的是自己的利益他没有全局观念 啊他不是考虑啊他不是考虑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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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不是他们统治阶级的利益 不在乎他们党派的利益 这个是政客一个普遍的规律 所以呢 其实啊 我觉得这一次啊 川普答应跟拜登去辩论 实际上是上当了 上当了 为什么呢 如果啊 川普真的聪明 他会坚持到拜登 就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正式成为候选人以后 那好像是8月份吧 从那以后 开始跟他辩论 这时候呢 民主党就来不及换人了 那么那川普上台是 概率是非常大的 因为你换 到那时候最后换人 那就是非常丢人的 民主党呢 就要求提前 这么早 离大选那么远 你看这是7月份 大选是11月份 将近四个月以前 这么提前辩论 那么民主党呢 就可以看到底拜登 适合不适合 继继续参选 所以呢 在这个争论以前呢 就是两个辩论以前呢 我就听说了 民主党里边有人就说 提前辩论 也是一个考验 拜登 是不是适合 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 通过这个辩论 去考察他的 如果他的辩论 不怎么样 那么就可以考虑换人 这个其实在 那天 两个人辩论以前 其实网上 好多已经传 民主党的这种想法 所以可以看出来啊 民主党的高层呢 也不傻 他们也知道 拜登年纪那么大 表现那么迟钝 而且最近 几个月 一年几个月 表现得越来越严重啊 那么 确实这种人呢 被选上的概率呢 比较小 人们从一开始就抱怨 拜登年纪太大了 一直 质疑他的年龄问题 质疑他的这个 大脑的这个 敏感度 灵敏度 等等 但是呢 拜登是 不服输啊 一直要坚持下去 所以呢 我猜 替代 拜登的 大概率是他的副总统 Karmala Harris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本身就是 一旦拜登 出现问题了 他直接 就要代替总统的 他是 第二个人嘛 而且呢 他要作为候选人 在民主党内部 导致分裂的可能性 要小一些 虽然他 胜 这个胜算的概率也不大 但是啊 反过来讲 一个分裂的民主党 更不可能获胜 所以呢 相比之下 这个副总统 代替总统 参加竞选 对民主党的这个 动荡 相对要小一些 这是 我的猜测啊 最后结局 11月份的大选 谁会获胜呢 我认为 还是要看金主 谁能得到金主的欣赏 谁的基层 鼓动 老百姓 搞宣传的势力 可能性就更大 铺天盖地的宣传 自媒体的 等等 都会影响 老百姓的选举的选择 所以在美国呢 你想想 谁是最大的金主啊 最大的金主 毕竟是全球化的金融资本 全球化的金融资本 特别 对 川普不放心 因为 川普上次当任的时候 他那种对全球 美国盟友的制裁 拜登花了好多年 去弥补这个损失 所以 川普能干什么 大家是比较清楚的 他这种胡作非为 英文讲 shooting from the hip 就是说 他呢 拿枪不拿枪 瞄准 他踢枪啪就给一枪 打那是哪 就这种 就是说 这个人有点胡来 那么 全球化的金主呢 对他还是不放心的 怕他胡作非为 所以 他们呢 很有可能加大 对民主党候选人的 这个扶持 具体是谁 现在不知道 我才大概率是副总统 就是说 为什么这种金主呢 会加大对这个 候选人的支持呢 这里边不光是一个总统候选人 而且是 你要花很多钱 那么支持一个候选人 你可以要价 你可以对着 对这个候选人说 我需要你的内阁 不管是财政部长也好啊 司法部长也好啊 神圣部长 你你应该把这个人 把那个人 作为你的这个内阁一部分 因为一个总统执政 最后具体的 还是这些内阁的人 具体措施是这些人 所以呢 你想一个财团呢 扶持哪个总统上台 然后呢 有他自己的人 所谓的自己人在内阁 加上他们对国会议员 众议员 参议员的影响 加上他们有说说团等等 这样的话捍卫自己的利益 就更有保障 这是美国政治的本质的东西 所以咱们以前不是说过吗 就说民意调查 反映的是主流媒体 忽悠来不幸的结果 所以最后选举出来 选票最后看出来呢 也就是谁的忽悠最有效 所以今年大选 最后什么结果 我不太相信大垄断资本 全球化大垄断资本 会让川普继续执政的 我猜大概率还是金主们会花大钱 扶持民主党的候选人 这是我的猜测 到时候打脸了 咱们再说呗 有的时候 你从资产阶级内部的利益 来分析问题 和资产阶级政客 自己做的决定 两码事 就像我以前认为 这个俄乌战争 在去年 年底就应该和谈了 因为这个符合 俄罗斯统治阶级的利益的 但是普金 他自己的生命 决定了这个战争 这个战争要真正和谈 停下来 那他就得下台了 所以政客的命运 和资产阶级命运 还是两码事 所以很多东西很不确定 共和党和民主党人都死绝了吗 推出这么两个老头出来竞选 一般美国的历史上 总统第一任 自然就变成那个执政党第二任的候选人 这个是一个常规 因为你想想 一个总统当政以后 他的影响力会远远大于所有其他的政客 这个是一个优势 所以这个解释 为什么拜登年纪那么大 能继续坚持作为候选人的原因 这个拜登坚持 那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拜登上台 本身年龄已经非常大了 当时很多人就有很多怀疑 他能当选一届 那么第二届 基本上传统上 道理上人们除非他自己退出 不会有人挑战他的 这是常规 但是共和党为什么只剩下川普呢 因为川普是个流氓政客 他的特别会 他特别会挑动 所有他的基本盘 去攻击任何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 所以他呢 特别善于 就是到每一个州 每一个州 每个议员 你那个州里边 你怎么着 你要反对我 那我就让你日子不好过 他能调动一大堆 这些铁粉 去降维打击 所以共和党的政客 没有人真正敢跟川普叫劲 凡是跟他叫劲的 最后都是没有好下场 这个也是为什么川普那么厉害 就是他特别会利用他的别动队 然后呢就是一些铁粉 因为他煽动民族主义 种族主义 他煽动这些 这个基本盘 就是中小资产界这些 那么其他政客都害怕他 不敢挑战他 他们胆子都特别小 那么挑战他的几个 你像在这个国会里边 搞这个弹劾的共和党 最后都落选了 这都是一些代价 所以凡是挑战川普的 最后代价都是很大的 他之所以能有那么大的 这个影响力 当然一个是当选过总统 当选总统以后呢 他有一大批这个人脉 所以他保持这一大人脉 为自己这个再次上台做准备 所以这都是里边那个 肮脏的事太多了 所以可以这么说 为什么只剩下两个老人呢 拜登呢是因为惯性 就是因为凡是当选一届以后 在台上的总统 基本上无条件的成为 下一届竞选的候选人 这个是惯性的惯例 那么川普老头为什么能留下来 也是因为另外一个原因 两个原因完全不一样 川普就是个流氓政客 那么他呢就 在资产阶级 在美国垄断资本 遇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危机的时候 他呢就会特别利用统治阶级 内部的矛盾 为自己服务 这是我的解释 好吧 关于这次大选 我先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